提電也造成入口 耗製全都失效 而入口的車子 只能自行通過 非常危險 不只南部大停電 北部地區交通耗製也停擺 大樓也是漆黑一片 9點25分就停了 停到現在 不止25分 就停了 全部停了 根本沒人 黑黑的誰進來 全台灣大範圍停電 原來是南部電網出問題 主要是 星達電廠的開關站 發生的事故 那發生的事故 就整個影響到 這個隆旗變電所的一個運作 所以就造成了 南部的電廠停電 這次停電 整個電網丧失 1050萬千瓦的電力 等於全台三分之一的電力 台電儲略估計 總影響戶數大約500萬戶 因為這次突然上市 1000多萬千瓦的電力 我們的低頻就觸動 低頻現在就是我們的頻率 如果降到59.5以下 我們會自動的把負載 把它卸掉 來維持系統的平衡 剛忽然停電嗎 對 沒錯 台電表示 中北部地區 在中午左右會恢復供電 南部地區也會陸續恢復供電 大愛新聞 綜合報導 我們會不會降臨 我們會降臨 我們會降臨 就算下午後 感谢观看